大家好,今天是讲论命的步骤 拿的一个八字呢,论命的步骤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要找出日主 就是日干的,日出生的日的天干 就是日主 第二个呢,要找出月之 就是出生那个月份的地之 然后呢,再定出该月的望向修求死 比如说,这个月出生的 然后呢,这个月的望向修求死生 比如说,生在春天,卯月 望就是木 向就是火 修呢,就是水 求就是金 死就是土 然后呢,这个之后呢 就再看这个八字的格局 这个时候通过月之与日主 定出了这个八字的格局 就是这时候呢,要写出相关的 其余的,就是这八个字呢 除了日主、月之之外 其余的六个字相对于 那个日主是一个什么样的食神 食神就是包括是官啊,是财啊 是食商啊,是欺煞啊 还是笔尖,劫财 这个都要写出来 格局呢,其实八字的一个格局 我们都是用的子凭八字嘛 在子凭八字里面 这个格局呢 实际上是我们论命的一个核心 实际上 格局定出来之后 这个八字 它的框架就出来了 其实就像 比如中医 中医,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那一个人的像 通过他的眼神什么的 对于很多面向上看 就是框架就出来了 所以呢,格局是很重要的 这个格局时辰找出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整个圆局的核化充克形态 核化充克形态就是说 就是圆局这八字,八个字之间 它们的核化充克形态 通过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判断出五行的妄度 通过核化充克形态 还有月知月定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八字里面 金水木火土 这五行它们的妄度是怎么样 然后之后就可以知道这个十神的妄度 这时候格局也出来了 五行的妄度也出来了 我们就要找这个八字的用神 用神也是八字的一个核心 八字第一个我们要判断好这个八字的格局 这个格局呢 基本上这个相当于这个人的个性什么的 我们都清楚了 那时候呢,用神是八字的核心 核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拿到这么一个八字 我们应该怎么用 怎么来运这个命 因为整个八字的核心就是说 知命、顺命、运命 运命就是一定要找好用神 我们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这个八字里边 它哪一个五行是对它来说使用的好 这个八字就会很出彩 很有神 包括我们类似于中医我们诊断 看中了就是找到了这个病的病因 从哪个地方下手 这就是它的神 包括看到一个字了 一个八字一个面相了 第一点我们要找出它的神了 形是次要的 这个神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就开始排大运 因为一般这一生少则五六十年 多则一百岁 每十年一个大运 每十年一个大运 每一个大运呢 都有天干地支 也是两个字 包括流年 也是天干地支两个字 我们要把大运排出来 因为整个的命在论的过程中呢 除了它的原局的八个字之外 还有它的大运的大运 也会对整个人的走势 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每个大流年就是一年一年的 大运是十年一年 十年一运 十年一运 所以呢整个的原局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 大运呢流年加起来就是 一起来判断这个人一生的走势 很多话呢就说 八局原局是好的 但是运走得差 这样不行 有很多呢 原局可能很烂 但是运走得很好 反正这个人的一生呢 还是很出彩的